您现在来收看的是 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 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7月31号 礼拜三 那么7月份 哎呦那就结束了 然后今天要收月线 接着是8月 8月然后9月10 11 12 剩下5个月就对了 那2024年呢 到现在目前为止 到7月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行情 仍在震荡当中 好吧今天呢 这个我们早上开盘的时候呢 这个往下开以后呢 跌了177点之后又拉上来 又曾经又上涨了91点 现在目前我在录影的时间点呢 上涨24点 各位你说不免要 这个到底要怎么做 好吧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大盘呢 我们的加权指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K线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就是大家一直在讲那个生命线嘛 然后我们就看生命线这条白色的生命线叫季线 很多人都说我们的季线要赶快站回去 然后呢这个才有机会 但你来看一看呢 我再放大给大家看 这条季线呢跌破以后 它弹上来又压下去 然后又来靠近 你要不要看到这边都拉下引线 然后好都有拉下引线 对吧 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次在击杀的时候呢 好像都会收敛 在击杀的时候都会收敛 但是反弹的时候呢 好像是没什么力道 弹上去呢又下来 然后准备要弹 好像又弹不上去 看一看 我们的成交量 它是缩小的 等一下我们看成交量 真的有在缩 你看喔 近期啊 我讲一个重点 这下面这边 你所看到的柱形 这边全都是投性 所以投性是不离不弃 在台湾股市里面 持续一直在买 一直在买 买买买买买买买 但外资呢 当然它卖超的部分呢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你还在卖喔 不是好不容易 有稍微小买一点回来 然后还在卖 好了 那你说今天外资 还会不会在卖 第二 那你说它要不要站上季线 我们才有机会 不必 好 现在跟大家讲不必 为什么要这样讲 第一 其实我们融资的水位 你说它有减肥 其实如果用高水位来看的话 目前有稍微减了一点 但是呢 实际上如果真要说减肥 它的幅度还是不够 那么大家这个融资呢 其实还是在撑喔 好 一定要融资断掉 我们才有机会吗 也不一定啊 意思就是说 如果法人的卖压 我先讲 法人的卖压能够趋缓的话 让股票呢 能够稳定一下的话 基本上呢 大家就不会有这种恐慌心态 然后我想恐慌心态是这样的 大家都会搞不清楚说 我现在如果不卖 会不会明天来个大跌 我现在融资要补 这是一个心态的什么问题 那如果你的股票呢 很稳定 你基本上也没有这个想法 对吧 那所以大家会害怕的是 融资实用率比较高的股票 但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大家看到 昨天 其实在美股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挥达大跌 后来盘后呢 AMD超围呢 公布了他的财报 公布以后呢 他盘后又大涨8% 就挥达又弹回来了 台信电ADR也弹回来了 在盘后他又弹回来了 所以会变成说 大家在期望说 盘后好像会直稳了 所以对台湾股市的 这些科技股来讲的话 是不是有一线生机 就是说 是不是有个续命单还在 好吧 那因为大宗的 就是来自于科技股票吗 那我现在问大家 那个 我们还有一个科技的巨头 就是被动元件的国具 国具把财报公布的时候呢 他在开这个法说会的时候呢 也讲得非常清楚 他对被动元件的景气 看起来呢 似乎是乐观的 我们先跟大家讲乐观的 不然呢 他今天早上一开高以后 大家有没有看到 微幅的震荡以后呢 一路来往上走 好吧 那应该是这样讲 国具 你看一下国具的K线 请大家再看一下 国具的K线 咦 好 来 大家看 我们刚刚有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一条线叫做季线嘛 对吧 没有错 但国具在这一波里面呢 他根本就没有回撤季线 好不好 跌破月线之后呢 突然站起来了 好 那也就是因为 他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们的这个被动元件的族群 我跟你讲 他讲被动元件就代表这个族群 他是认为这个景气会回来了 所以越来可能会越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被动元件就有想象空间了 我想先有想象空间 第一 我们思考一个关键 其实过去的国具跟台积电的骨架 其实是差不多的 后来呢 因为AI的关系 突然台积电爆充 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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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冲上去 然后冲到一个国际都来不及追 那我觉得奇怪了 我当时有讲一个重点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现在台积电又回到900多了 我当时讲说国际有可能会赶上 不到1000块的台积电的股价 大家来看看未来有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我觉得机会很大 如果就目前国际 他所丢出来的财报状况来看的话 似乎那机会是非常大的 好了那台积电呢 大家都会问台积电怎么办 那那个我先问一下 之前有去力挺台积电 去买零股的这些散户朋友们 你们看到台积电这样再跌 你们还会继续加码去买零股吗 说没钱了 当初有挺 但是呢现在目前台积电稳在这个地方 不要再跌就好了 好那台积电还要不要再跌呢 大家来看一下台积电 昨天台积电 我看一下 外资这边是调节了八千多张 对啊那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似乎呢 融资还在增加 真的呢 真的在挺台积电 好吧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测到这条季线 季线可不可以去接 那 如果你真的要接台积电 我倒建议你去看看盘面上 为什么要这样讲 台积电目前是900多块对吧 你一定期望他如果接到台积电 如果接到便宜的 举例 如果到季线的位置的话 如果我们接到便宜的话 可能会是多少钱呢 哎呦有这么便宜吗 910几 不要吧 那不要再不要啦 那干脆不要接了 那这就让台积电在那边稳住就好了啦 好 第一个 台积电会不会测季线 我觉得也不重要 为什么要这样讲 法人的卖压消化完毕之后呢 台积电会恢复他原本的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 你会觉得台积电会持续再往1000块走吗 我也觉得耶 如果今天台积电会往1000块走的话 那我看国具搞不好等一下会亮灯涨停 怎么可能 国具亮灯涨停 这种大型的股票会吗 不会吗 好 我们现在在录影嘛 我们现在盘中录影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国具的量能 昨天的国具1688张 今天的国具我目前录影的时间点是5000多张 量放出来了 今天都在看放量 那放量呢 快往上攻一定有它的道理 那我先跟大家说道理是这样 如果我们看到股票是这样的 如果个龙头概念它已经拉上去以后 那么接下来那些小型的股票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后面就要动了 如果这样看那谁可以去动 我慢慢说给大家听 但是昨天我给大家看一个讯息 先给大家再看一下 所以行情不是很好 那这阵子好像大家都觉得行情不是很好 但是呢 总是有一些 比较脱影而出的股票 比如说定影投控 这昨天7月30号的10点21分发的抠讯 定影投控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那么好 那昨天有发这个贺涨停的抠讯 那么今天呢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定影投控 今天的发展会是什么呢 好 今天定影投控 我们来瞄一下 早上开盘 往上开 最高60块8 然后呢 现在我目前录影的时间点是50块 59块3 成交量有放出来 成交量有在放哦 低档有在出量 昨天在出量了以后呢 今天在补量 我相信一定还有人在做当冲 好吧 这个量呢又上来了 那也就从低档这边开始 从这个最低点 51块2开始了 开始了放量 昨天直接攻去涨停了 今天再来 再继续往上攻 来问 我来问一件事情 这边有个平台 也是上市打下来以后呢 会在这边整理整理的很久 然后突然灌下来以后呢 他发布了半年报 这半年报上去了 他开始上去了 问一下 请问这边的位阶 以前目前来看的话 有没有风险 我先问大家有没有风险就好了 我们再把图形再缩小 我们看到这边是112 这边是51块2 现在的位置在59块4 请问这边风险大还是不大 如果用半年报的基础来看 用他未来 今年的第三季走到第四季 泰国产能出来之后 他的量产 看起来似乎都是乐观的 如果前面 未来看起来是乐观的 而股价还在低档区 问一下 这股票有没有机会再上去 这才是重点 我现在问大家就是 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样现行的股票 从低档刚起来 那么他有没有机会持续再挺进 如果是有的话 那该怎么操作 我先建议大家 你现在所看到的很多股票 有的是发布了半年报 有的是还没有 还没有那我怎么知道 还没有我现在可以去买吗 还是说我有的我可以先留着 第一只要股票开始热门 我们都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开始热门了 短线的资金就会跑去 我讲做短线的 做短线看现在什么叫热门 好了今天的国据 它是一个指标 国据持续往上挺进 它会带动被动原件的 其他的股票对吧 好那我们来思考 国据没办法买了 790几 搞不好等一下会难到800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我们就退而求其事 那被动原件景气不是会变好吗 那我们再思考被动原件 有没有可能性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挑股票 那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找 来各位状况是这样 如果有股票强势的话 那当然我们要去跟 那怎么跟呢 那跟了以后呢 要怎么操作 先讲被动原件族群这么广泛 一堆 好看一下 被动原件电竹电容电感 这边我们再整理一下 很多了 但是呢 我们来挑一个比较有机会的好不好 国具集团里面旗下不是有凯美吗 对啊 但是另外一个二哥是谁呢 华兴科 华兴科旗下的被动原件 我们来找一下看看 信仓电 华兴集团 华兴集团里面 他的华科事业群 就是我们通常在通车就是PSA 这里面都是电子股 好 这是国内唯一可以全数供应特殊电容 电感 电阻 全数都可以供应特殊电容 这个被动原件的供应商 而且它是国内唯一拥有自制 借电磁粉的晶片电容厂 好啦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的资料还没有更新到六月 好啦 来啊大家请看一下 因为他看好这个AI伺服器资料中心 5G电动车充电桩 所以他驾动率已经回升了 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的 而且重点在这边 下半年 优于上半年 来 这件事情要来谁来背书 抓国具来背书啊 国具刚刚开完法说会 他所告诉大家 他就是下半年会好啊 所以国具的股价开始往上攻了 对吧 好哦 再来哦 那我们就要看了 那如果用电容来看的话 来 大家看一下 新商店大尺寸高功率的MLCC哦 好 那好 那借电磁粉呢 来 我跟大家讲 借电陶磁粉末 它持续有在开发 高阶的高温的高压的高溶的 还有特殊应用MLCC的借电陶磁粉 好啦 要因应什么 5G跟AI 好 那来了 你现在所进行的这些事情呢 都是未来的方向 你的趋势是对的 然后再过来呢 去看看呢 这边的所谓的高阶应用的产品呢 哦 基本上呢 这个包括LTCC的材料 好了 那这个是他的内容 那么内容来看的话 我们就要回归到 那问 请问他公布半年报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对吧 但是呢 好像最近好像都要开始公布了 那就要注意了 要特别特别留意一下 好 什么时候会公布 很快 我们现在所掌握的 大概都会在八月 八月初都会开始了 然后再比较密集的会在八月五号 到八月九号 这个阶段有很多公司都会在那边公布 那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目前 这一类型的股票 的位阶 好 简单来讲就是位阶嘛 那大家来看一下位阶 一 有没有是相对安全 有没有经过修正 好 看起来有经过修正 因为高点在哪里 59块3 砰砰砰砰砰砰砰打下来 来了又来了 又是一条生命线 大家都现在目前都很喜欢看生命线 也就是季线这个位置 好 季线在这边 砰打下来 是不是 等一下 他是不是也是跌破季线 对了 跌了 跌下来了 跌破季线 啾一下就站起来了 看起来是稳定的 好了 那接着往上走 要怎么样 来再说一次 反弹要带量 不然 来讲一下 不然 上档是不是有套牢压 对 好像很多股票都有蹦到这个情况 我要上去都有套牢压力 我要回到这个所谓的月线的位置 都会看到上面有压力区 好 好吧 那是不是要带量 要带量 那今天大盘的量有没有出来 好像没有出来 那么集中在热门股票身上 要如何去分配给这些其他的中小型股票 有点困难 那怎么办 那股价要稳定对吧 对的 股价要先让它稳 你说大盘在震荡 我刚刚从录影的过程 今天早上 我们有录那个盘中的直播 好 早上看那个盘市在那边震啊震啊 我录完直播的时候 突然那个盘整个翻上来了 他翻红了 好了 刚才我们在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小涨 对哦 后来他就翻黑了 好 那么现在就在平盘附近 所以你说他这个指数有很好操作 指数不好操作 股票相对也不好操作 因为他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 好了 那我也有一个就是半年报出来 他有个效应 那个效应就是告诉你说不要怕 你到底要怕什么 为什么不要怕 我好怕 那不要怕是原因是我半年报告诉你说 有我们公司有赚钱 赚得还不错 然后接着呢下半年景气也不错 在这样情况之下呢 看起来下半年更好 那所以各位 当此时此刻 你看到半年报 你就会吃了一颗定心丸 你还没看到 你会慌 我跟你讲 还没看到的股票通通会慌 不会吗 记得吗 我们昨天讲什么 我昨天跟大家报告 说我跟你讲 在我眼里面看过去 包括昨天录那个股市情报局也是一样 包括昨天 在股动前朝 我讲的也是一模一样的 明明摆明了 半年报还没有看到 但是我就认为他有机会再往上挺进 好吧 你说大盘在震荡 我给你看 他也会震荡 但是我认为他会挑战 就我今天盘中才讲的 有时间可以看我们今天盘中直播 我讲这档股票 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 哪一档 我先把那个基本面先找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找 先找出来 那个昨天你应该还看到 题材丰富 营收亮眼 拉回季线可留意 好不好 好 来 蓝天 上半年营收121亿 创历史高 EPS 第一季1.42 4月份 0.21 因为今天早上我在盘中直播的时候 我去算过 计算过 所以我们加起来呢 他已经接近了 去年全年的1.81的获利 对吧 好 那你去看一下 所以我们少掉拿两个月 5月跟6月 5月6月我们还没有去算他的EPS 但是呢 因为他上半年营收是创历史高啊 所以怎么比较都比去年好啊 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所以 如果把5月6月把它放到这个EPS里面的话 那么会超越去年全年吗 我认为会 他又还没公告 你就认为会 我觉得会 好 那你业外潜在收益来咯 C1 D1 就是双子星案 北车 北车还有个E1 E2的都根案 这些都是他业外潜在 业外我们通通不要算 都是全部算本业 业外先不管 但他潜在利益相当的丰厚 所以这是打底 就是为什么讲要题材丰富 因为我讲的 营建股有时候 大家会讲说 你这是往上涨 我真的不敢追 好不好 那这不要追 说实在 有风险就不要追 你追到了又怎么样 搞不好明天还会再大涨 怎么样 有人会怕 那不要追 那我们就找 那营建股 对啊 那像这种有 营建资产开发的这种股要 笔电出货 是他的本业 好吧 AIPC动能家 也是本业 那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有没有机会 好吧 看一下 拉回记先要注意 哎呦 60块2 最低不是57块半 对啊 刚盘氏在震荡 他也就震下去了 怎么又上来了 现在目前上涨1块4 看一下 黑线 蓝天 季线 好 还原 来 这边高点 等一下 前面好 我记得好像有高点吧 对啊 662 好 这边 然后来看一条 这个季线对吧 拉回季线要注意哦 各位请看哦 这高点 再缩小 大家来看 上一次上攻的时候 是非常陡峭 蹦上来了 好 那放大 好 那拉回之后呢 整理形态本来是相当不错 突然 突然怎么样 因为反弹完之后 拉回之后突然怎么样 本来回测记线没有测到 就真的测到了 来了 来测记线 各位 一测记线 打下去又站回来 上去有压力 对吧 然后呢 又来测记线了 来 各位看 两次机会 一 二 昨天吧 对哦 那现在的位置呢 好 那离前面前方的高点呢 不是 这个会是问题吗 好 它就不是问题了 我们再说一次 我有本业有获利 这重点嘛 本业要有获利 那我就吃了定心丸了 有的是业外突然灌进来的 那业外 业外有时候我们讲业外的东西 我有可能是资产 处分资产 我有处分厂房 处分持股 处分转投资 都有可能 那一次性有可能就结束掉 但是 我先讲 本业还是来得非常重要 但是业外有这样的潜在利益 放在那边的时候 它等于是充满了想象空间 好那充满想象空间 但我本业拿出来 我告诉你 我财报是如此 我来自于本业 就能够比去年来的好的情况之下 这股票不会往上走吗 等一下我们就会怀疑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都不会往上走的话 那其他的股票 那一些获利平平的股票 平的题材还能够持续往上吗 所以半年报 它就是一个照妖镜 我跟你讲 真是个照妖镜 你要是说呢 我们今天把所有的成绩单 全部摊出来 最晚你也8月14号 你都要公告了 对吧 那8月14号以前 也是8月的 前面的两周 大家的公告和比较 你到8月15号的时候 我们大家把所有成绩单 摊开来看 你说你有什么题材 好你拿出来 好没错 那请问你获利呢 那这时候你就会看着一清二楚 如果你的股价位阶比较高 那你获利端出来又是不能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面临的就是修正 那如果股价位阶不高 那我获利端出来好看 有一种叫预期心理 好不好 那预期心理就是 我之前就已经先卡好位置 怎么买好了 然后丢出来 那我已经走很高了 你知道有些股票是这样 前面的利多还没丢出来 股价已经一直往上冲 一直往上冲 它其实有点脱离基本面 那有些股票不然 它只是在整理 像这种形态的股票 我觉得它就在整理 所以你今天去看 如果说像蓝天这类的股票 那是不是 你说我不管买多高 我现在都可以放着吗 请问为什么不可以放 我现在问大家 请问为何不能放 你说你能买多高 然后呢 我现在还原一下 还原全值 来大家请看 短线你大概套在哪里 我先跟你讲 就是大概64块2的高点 因为这是更前面的 对不对 如果谈到这个位置 搞不好有人 还是先跑了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但是你说它今年会不会过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它会过 这是我在7月31号 我们在盘中直播 我们曾经留下的记录 我认为它会过 过去我们曾经有探讨过非常多这种如何去挑战 那我一定从基本面的方式去跟大家来说明 凭什么 你必须凭着你的获利 你才有办法去突破 而且凭着你未来 你是不是还有这种绩效可以产生 我觉得可以的 好 那所以呢 看起来呢 值得大家来当一个参考 所以你不管大盘怎么振 怎么当 那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 打下去 可是它会爬起来 很奇怪 就是说 其实拉回来 反而它是短线上一个机会 所以大家会想说 股票都有股性 对吧 对 股票都有股性 如果掌握到股性的话 基本上的不会吃亏 但是因为你要在股市里面够久 所以股性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摸久摸久了 大概就知道 有些就没有办法摸得很清楚 我再举个例子 你说半年报效应到底 它到底优不优 我觉得半年报效应 是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启示 这档股票我讲过 我没有喝过涨停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大盘的 开盘往下灌 盘中也是往下灌 对吧 你会觉得很害怕 还原一下 各位来看一下 哎呀 等一下 投信 投信 买的不多 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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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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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外资 都在买 然后今天 你看这条下影线 各位我放大一点 你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好 这条下影线 是在前面碰到压力的时候 前面叫做什么 创高 105.8 105.8 然后压回来 哎哟 那 对不起 我刚刚讲的是还原的数据 好了 那大家来想一下 你去看这里 今天发生什么事 它持续在创高 持续在创高 对哦 103 因为如果没有还原的话 它股价不是这样子 好 我们把这个缺口把它留在这边 它是103 它是再创高 各位 那你就想到一件事情了 每次我们在看到创高的股票 它必然是筹码比较稳定 它才有机会 我有买盘进去 它就会创高 对吧 我再问一下 因为你看过它基本面 我重新再拉回来给你看 你再来看它基本面 好 我先看这一张来 这张会看得最清楚 因为呢 它去年 我现在讲一个道理给大家听 它去年 志强KY赚2.78 不到三块对吧 今年的上半年 它财报已经出来是4.02 4.02 对 去年全年2.78 就半年超越过去了 股价现在在100 当初我们在讲这股票的时候 还不到100 好 那既然是如此 那我们就回来看它整体的基本面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了 果然是这样 你说它有没有一个地位 有 它的地位就全球最大足球 足球鞋的制造商 所以每五双球鞋 足球啊 我想是足球鞋 就有一双杀错的 好了 那如果你再去看它里面的数据 你一看 哎呦 你真的会觉得说 天哪 这不涨好像也不太对 为什么 你看税前净利 年增166.8% 你看税后每股盈余 年增166.2% 你看整个上半年的营业毛利 年增64% 你看营业利益年增214% 我们光看这些数据就代表 它今年的上半年 确实比去年强很多 于是乎才有外资的买盘 于是乎投信也是去布局 但它买的量不大 各位 这种股票 如果你说大盘在震荡 它又为什么凭什么能够再创高 所以你看看 今天如果选对了股票 你不要说它知名不知名 重点会是内涵 所以你看到内涵以后 你就会发现 对哦 那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如果我能够掌握到内涵的话 那基本上不太有什么太大问题 确实也是 所以我特别提醒各位 在接下来8月份 接着就真的是看财报的 这个所有的丢出来在那边比 好吧 那这样子 第一 如果假设 先假设 你的股票上你有问题 可是没有办法问 我要跟大家讲 我就开放那持股诊断 请大家来 在7月底的时候 请你告诉我 你比较困扰的是什么股票 你写在这个line里面 什么股票啊 买几张啊 多少钱啊 实在有点困扰 不知道该留呢 那基本面到底好不好 还是要该卖 最近有一些震荡很大的股票 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不错啊 但是为什么杀成这个样子 不要客气 我现在跟大家讲 因为马上8月 明天就8月了 我们再接下来 你必须要检视手中的持股 好的我们就给它留 你不要怕震荡 不好的就把它换掉 好不好 不好就换了 就直接换 比较有潜力的股票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实在 所以当你今天 你会觉得说 我这个盘不好操作 那都没关系 你再忍个一两天 马上那个震荡就差不多要比较趋稳了 我觉得卖压 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现在唯一比较担心的 会是在融资 好现在跟大家讲会在融资 但是融资的呈现 会在个股的融资使用率上 这个可能 在这边也不太好跟大家说明 万一讲到你的股票 融资比较高的 你可能会吓到 好吧 那有问题请放在LINE里面 我来帮大家来看 帮大家做一个持股诊断 明天就是8月了 我觉得拿起信心来 股票市场里面 震荡盘里面 还有一些在创高的股票 还有一些落后补涨的股票 值得期待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